Hello,大家好,我是欢,欢迎来到你本知晓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你的孩子不是问题,你才是 听起来特别沉重是不是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马上就已经开始找自己的问题了 我娜娜做不对了,我肯定没有养育好她 我是不是做不对,她才怎么不听话 或者她怎么不乖,她学业才不进步 或者是她才这么厌世,等等等等等等的 你的孩子的吃喝拉香只要哪一点不符合标准 你都会开始评判自己 她不是问题,我才是 我说这句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意思 请你不要误解 我说你的孩子不是问题,你才是 我的意思是说请你看一看 你对你的孩子有多少期待,有多少投射 有多少观点,你对于他们长成什么样子 他们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做什么样的职业 有什么样的家庭,家庭美不满,失业稳不稳定 身体健不健康 有多少投射,有多少的期待 他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好人 是不是做了一个有道德的人 又有多少的标准 而你又在用多少的这样的标准 在同时评判着你是不是做了正确的父母 这里面带出来的一切 你是不是愿意先放下 先放下,先放下 那你再看一看 这些我刚才说出来的你对孩子的这些期待 或者是你觉得你孩子有问题的地方 我就提一下 OK,你觉得你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 会至少数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问题 不要拉一张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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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的单跟我说 那这是我孩子的问题 先先看冒出来的一个或者一百个问题 真相,这些真的是问题吗 你觉察一下轻和重 我会把轻和重的练习的链接 放在这个录音下面 你觉察一下轻和重 真相,就是你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 特别特别严重的事情 你能不能提问一下真相 这件事情对于我孩子 未来五十年的人生 真的是毁灭性的吗 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还是或许你认为的这个问题 只是现阶段的孩子的选择而已 那假如这个问题 也在创造着更多的觉察呢 就是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去试错 我带我女儿去游乐场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顶她 我说哎呀,你带着觉察哟 你要爬高,要从高速跳下来 你要带着觉察哟 你要问你的身体哟 然后我女儿都听烦 她说我知道,我身体知道 然后其他的家长都会在旁边 天啊,就是眼睛都不离开孩子 就是孩子只要有往上爬的意图 马上就过去拦截 我女儿还真没有从高处摔到过 但是她跑步什么走路的时候 就是摔过 我的观点是 你摔过你就知道 你摔过你就知道疼了 摔过你就知道 从那里掉下来是什么 会创造什么样的结果了 那这个就会创造更多的更多的觉察 当然我不会让她到就是说 会威胁到生命的情况 这是不一样的效果 但是我会让她 我会容许她试错 容许她去 容许她去受伤 让她知道 哦,原来我要做这个选择 做这个选择会创造这样的结果 那她以后就再也不会了 她以后一定会做别的选择 她又不傻 你的孩子也不傻 你能不能让她做就是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睡觉晚 手机玩得多 睡懒觉 然后没有以你的方式 没有你以你认为正确的方式学习 这些都 这些真的是会影响到她下半辈子的事情吗 真的会毁掉她的人生吗 还是只是她目前的选择 你可不可以给她更多的 就是给她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让她去知道 哦,她可以做选择 当然她也要对她做的选择的后果负责 同时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做新的选择 那得做自由 你又得多自由 那再回到你的孩子不是问题 你才是 我说的这个你才是并不是说 都是因为你没有教育好你的孩子 所有问题都在你这里 不是的 请你放下这些评判 我说的你才是 是这一个你认为你的孩子有问题的观点 才是问题所在 你的孩子不是问题 你认为你孩子的问题里面 可能99.99999都不是问题 是你认为他是问题 这个状态才是问题 绕不绕口 晕不晕 所以要不要看一看 真的就是去看一看 你每一个对你孩子的观点 你觉得是个问题的观点 你认真的去看一看 你只是提问亲生 真的对他来讲是一个问题吗 真的对他以后的人生 会是一个问题吗 你这会让你很非常的自由 你也会让你的孩子非常的自由 他可能会完全的改变你们的亲子关系